孩子们重返校园 一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9月1号江西雾园 一位女副校长当着学生的面 把他们吃剩的早餐全部吃光 有网友认为这是一堂课 课堂的意义就是通过老师的行为 让孩子们受到教育和感染 校长当众吃剩饭给学生们看 就是为了孩子们从明天起 不再浪费粮食 亦有意见认为 教育孩子们节约粮食很重要 分餐公块餐饮卫生意识也值得宣传 吃剩饭不卫生 对校长本身的身体也不好 节约粮食的根本思路 是打饭时要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 量力取餐 而不是想办法把吃不完的食物吃光 有网友反驳 谁不知道这样不卫生不健康 校园里面浪费粮食严重 孩子也有挑食问题 口头教育效果不好 学校才会采用这种直观的教育方式 湖北省对餐饮盛食出招 要求湖北省餐饮经营者 禁止设置最低消费 要执行适量点餐 提醒提示制度 要主动为消费者提供盛食打包服务 提倡盛食打包积分奖励 对盛食超过一定数量不打包者 增加餐余收费 而根据2020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 2020年1到7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国餐饮收入1.8万亿 下降29.6% 在2019年 山东省蝉联吃货大省 餐饮收入预4430亿元 广东省紧随其后 餐饮收入达4307亿元 江苏河南四川位列第五位 餐饮收入均突破3000亿元 现在电视记者周燕芬 攀位整理报道